我叫尖尖 我是一個住在堅離地城 大堅不離地的神學生 我很喜歡做事 在工作方面 要衝要快 要multitask 在信仰上 就要做很多事奉 讀神學時勾起 內心的前塵往事 令我的情緒起伏得很厲害 抑鬱症犯法 甚麼都做不到 整個廢人 我很生氣地問上帝 為何我讀神學 你還要搞到我病呢? 剛好病發的時候 我看到聖經 一打開就是以利亞 對寡婦的宣告說 不要懼怕 神講過 談內的面必不減少 平內的游必不短缺 提醒了我 只要相信神 神就必定會有所供應 神讓我知道 Being比Doing更加重要 神容讓我甚麼都不做 祂令我明白 祂愛我們 不是基於我們為祂所做的事 我試過看著太陽 一路下沉 覺得很絕望 只是懂得不斷哭 以為沒有東西可以依靠的時候 我感受到 上帝的愛 就好像水一樣包圍我 那種強烈的情感 我無法解釋和證明 但我認為 這一個就是上帝的回應 令我更加認定 自己是神女兒的身份 在病發的時候 我很擔心會令到教授 Pastor Stephen 和身邊的同學失望 但他們不單止沒有放棄我 還經常關心和鼓勵我 我慢慢學習 放下世界給我的身份 和自己的驕傲 因為讀神學 我可以重新感受神的愛 和接受其他人對我的愛 讓神帶領我 成為祂想我成為的人 好看 好看